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2年2月5日,星期六 这个视频呢,我跟大家聊关于这个冬奥会 关于冬奥会呢,今天我有好几个话题要跟大家聊一下 包括开赛第一天已经决出来了六个项目的奖牌 一会儿呢,我跟大家说一下 那首先呢,我还是想说一说 就关于大礼包里面到底有没有手机的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已经说了三次了,老是没有说清楚 大礼包的这件事情,我是说呀 这个大礼包里面没有手机 也没有三星手机 但是呢,老有网友说呀 确确实实是发了手机的 但是呢,我就是想说 确确实实是没有发手机 因为我压根就没有看到 任何一个运动员 说打开这个大礼包以后呢 就看到里面有手机 我确确实实看到呢,在网上有一个视频 现在在网上呢,关于这个三星折叠手机是奥运礼品的这个呢,应该说是有两个视频 可是这两个视频 其实呢,在里面也并没有说它就是奥运礼物 并没有 这两个视频呢,都非常非常的短 一个呢,就是有一个人好像左手是拿着这个手机 然后就给它翻开盖 有这么两个视频 并没有像其他的运动员收到礼物 在网上的各种视频 那运动员哪怕拿到一个冰吨吨的钥匙链 然后也兴奋的就会出现这个运动员的影像 对吧,就是出现人,我是运动员 然后出现拳脚,我是在这个奥运村 然后呢,会出现运动员的跟着借上 你看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就是很明显的能够看出来 甭管是一个钥匙链也好 一个冰吨吨的玩偶也好 还是其他的 还是什么就晒这个床 或者是呢,就晒其他的东西也好 都会出现人物,都会出现声音 就让你明确无误的认为 这个呢,就是运动员或者是记者 在那晒北京冬奥村的相关的东西 或者是事情,环境 但是这两个手机的视频呢 并没有这样的内容 让你明确无误 它确确实实这个手机上呢 是有冬奥会的这个标志 还有呢,你好像还能够看出来 它是放在好像是冬奥会那个床上 但是呢,仍然不能够说明 这个手机就是在那个大礼包里面 就是免费送给这个运动员的 那我在网上呢,还能够看到一些 书面的一些文章说这件事 但是呢,这些书面的文章 也并没有明确的说 这个东西呢,是送给谁的 现在呢,各种说法都有 说这个手机呢,送给了运动员的 说这个手机呢,送给了奥委会工作人员的 说这个手机呢,是送给所有的 来参加冬奥会的参加人员的 全都不清楚 按常理来说 如果说参加奥运会 甭管是谁 咱们假如说就是运动员 这些运动员,任何一个运动员 如果他收到这样一个大礼包的话呢 他一定会兴奋的不得了 因为你看到那运动员 对不对 他拿到一个小网偶 他都高兴的不得了 他就是在那晒各种的晒 那个床他都跟那晒 你想想看他这得到了一个这样 这么一个现在世界上最高级的一个手机 他能不晒吗 不可能啊 所以说呢 这个事实或这个现象呢 他违反常理 违反常理 所以由此呢 我们没有见到 没有见到任何人来晒这个东西 我们认为他就是没有 没有看到就是没有 而且按照常理一定会有 但是呢 我今天就到国际奥委会的这个网站上来查了一下 国际奥委会这个网站上 他在1月31号的时候呢 他发了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是用英文发的 他就说了 说这个三星呢 他们推出来的一款 专门对北京冬奥会的一个限量版的折叠屏的手机 说这个手机呢 将会送给那些参加比赛的运动员 这是国际奥委会 这是国际奥委会官方网站上 在1月31号的时候发布的这个消息 那我想呢 这个三星他确确实实 应该是推出来了这款手机 他确确实实 他是想把这个手机送给运动员 我就冲着运动员没有人出来晒 明确的出来晒 这件事情呢 我想这手机有可能还没有到运动员的手里面 这个有点说不过去 因为你给他这个手机的目的是什么呀 不就是让他 国际奥委会在网站上还说了 就是让人家运动员呢 能够用那手机在冬奥会期间 能够和他家人分享 能够拍摄这个冬奥村里面的这些见吻 能和他的家人亲朋好友们分享 那如果说你到现在 你还不给他们发的话 那什么时候发呀 但是呢 我从他们就没有人出来分享这件事 没有人出来说 嘿你看我这个手机 对吧 没有人出来这件事呢 我想这个手机还没有发到他们的手里面 为什么没有发到手里面 那咱们就不知道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有那两个视频呢 那两个视频 它可以是任何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三星的工作人员 在奥运村的酒店里面就拍了这个视频 也有可能是韩国的运动员没准 已经得到了这个手机 这个我都不信 我不相信有任何运动员 包括韩国的运动员 会得到的人手机而不晒 这个我不信 拍一个莫名其妙的 不知道谁拍的一个视频 而不晒本人 这个说不过去 完全说不过去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吧 这件事情呢 我发现在华人圈里面 吵得是沸沸扬扬 我看到在老外的圈里面倒没有 老外有可能还压根不知道这件事 也没准呢 这个视频是中国人拍的 也没准韩国人都不知道这件事 反正呢 这件事他受益方是谁啊 他受益方就是韩国 就是这个三星 三星到现在手机都没有送出去 可是呢 他的广告效果简直是好极了 好 这是有关于这个冬奥会期间的 这么一件事 关于手机的这一个谜团 现在我的观察呢 就是这样的 然后还有第二个谜团 从昨天到今天呢 大家都是觉得迷惑不解 就是呢 中国冬奥会的这个开幕式 我们大家看不到 因为这个开幕式举办的时候呢 我在睡觉 所以呢 我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直播 在之前呢 我确确实实看到有一些媒体 都做好了准备 月月欲试说 会进行直播 但是当我起床以后 我想来看这个重播的时候 我就找不到这些视频 在YouTube上没有 我找到了一个台湾的中天电视 它呢 本来是预计要进行这个直播的 它那个直播呢 一直也在播着 在播着 播了有三五个小时 但是我看它那上面呢 自始至终就是一个画面 很显然它这个直播呢 没有内容 这个直播呢 是失败的 没有直播 等于说 然后呢 我就查这个英文 我查英文呢 也查不到 CBC呢 它现在有好多的视频 都是关于那个比赛的 比赛的视频都有 但是 它也原计划 在四号的时候呢 也有一个直播 它在这个奥运会开幕式之前 它那个直播呢 就已经开始了 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它在屏幕上打着呢 说开幕式 马上就会开始 但是呢 一直到开幕式已经开始了 它那里面仍然是 没有开幕式的画面 而CBC呢 就和这个中天电视不一样 中天电视呢 就让那个画面 一直这么持续下去 是一个空的 那这个CBC呢 它就把直播 冬奥会开幕式现场 就变成了 它两个主持人 就跟那儿对谈了 一直到现在 我在网上找不到 任何的一个 开幕式的视频 找不到 就包括 中国中央电视台的 那个APP里面 也没有 有一点呢 那种片段 就很短 一两分钟 一两分钟之内 也不全 这个事情呢 让我觉得 百思不得其解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的人说 是因为版权 我相信 应该是因为版权了 但是呢 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 怎么 这版权怎么搞的 不管谁拥有这个版权 你不能让大家都看不到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中国这次和美国 因为冬奥会的这个博弈 在这一方面 美国玩的手腕成功了呀 直播肯定是能直播 我们还看到了这个拜登和贺锦丽 在白宫里面 在地下室跟那儿看电视 在那儿看现场直播 这件事情呢 也让大家津津乐道 觉得你美国不是抵制吗 然后你又偷偷的在家里看 被谁玩了呢 这件事 反正这个开幕式呢 本应是很震撼世界的 现在呢 人们看不到 很有限的人看到了 想看的人 怎么着也看不到 被谁玩了 好 现在呢 我就跟大家来说一下 第一天比赛的情况 第一天的比赛呢 也就是5号的比赛 已经有6个项目 已经结束了 这6个项目都包括什么呢 这6个项目呢 包括混合接力4乘6公里 混合就是男女混合了 这是第一个项目 第二个项目是女子双追逐 7.5公里传统技术 加7.5公里自由技术 然后第三个项目呢 就是女子个人标准台 第四个呢 是混合团体接力 第五个是女子3000米 第六个是男子雪上技巧 这6个项目 那这6个项目的奖牌情况呢 是这样的 挪威现在是位居排行榜第一名 他得了两枚金牌 他得了两枚金牌呢 一个是混合接力4乘6公里 一个是女子双追逐 这两个金牌让他得了 然后第二名呢 是斯洛文尼亚 他得了两枚奖牌 一枚金牌 一枚铜牌 都是女子个人标准台 然后呢 中国得了一枚金牌 是混合团体接力 然后荷兰得了一枚金牌 是女子3000米 瑞典得了一枚金牌 是男子学生技巧 然后其他的呢 就是 意大利得了两枚银牌 加拿大得了一枚银牌 一枚铜牌 俄罗斯得了一枚银牌 一枚铜牌 法国得了一枚银牌 德国得了一枚银牌 奥地利得了一枚铜牌 匈牙利得了一枚铜牌 日本得了一枚铜牌 美国呢 到目前为止 没有得奖牌 之前的时候 美国说 他们号召这些运动员呢 比赛是次要的 捣乱是主要的 最新开始比赛的呢 是冰湖比赛 这次的冬奥会上呢 这个什么贵族运动 冰湖这个运动 挺抓人眼球的 那冰湖运动呢 一开始的时候 中国混合队 曾经赢了上一届的 银牌得主瑞士队 后来呢 有输给别人 输给了澳大利亚一次 还输给了美国一次 现在中国的冰湖队 好像现在看来说是 出现好像有点问题 不太看好 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在运动员 这个团体里面 广大的运动员呢 是没有国界的 他们是非常的团结 非常的友好 那昨天的时候呢 还发生了一件事情 又让台湾那边 玻璃心又碎了一地 就是呢 台湾的一个运动员 台湾一共就四个运动员 台湾的一个运动员呢 他发了一个小视频 那小视频里面 他穿了一个运动服 那运动服上面呢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那个五星同期 这样民进党呢 就坐不住了 民进党就觉得说呢 这个运动员这样做 是不对的 是一个背叛的行为 那这个运动员呢 还出来澄清来着 说为什么会穿这个衣服呢 是因为 他们会在一起训练的时候 那大陆的运动员呢 就送了他一件衣服 说大陆的这个运动服啊 尤其是冰雪运动的 这个运动服 尤其是冰雪运动贴身的 那种运动服 说是特别好 第一呢 说是保暖 第二是弹力好 第三是效率好 第四是保护作用好 效率好呢 就是他这个材料呢 会让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随着你的运动会进行这种拉伸啊 收缩呀 让你穿着衣服就好像没穿着的 所以效率就特别好 然后呢 保护效果好呢 就是该紧的地方会紧 比如你这个关节的这些地方 容易受伤 或者韧带容易受伤 它会给你起一个这种固定的作用 就这次的冬奥会呢 使得这些运动员们 他们也会互相交流心得嘛 认识到中国的这个运动服呢 是非常好的 那这次的冬奥会呢 打从这些相关人员入住了冬奥村以后 到目前为止 是零差评的 没有差评 如果有差评的话呢 今天我就看到 说是这个路透社啊 有一个记者 他说不上是差评 还是不是差评 反正他就是攻击 然后呢 他这个差评 得到了差评 是什么意思呢 就路透社这个记者呀 他指责什么呀 他就指责啊 两个服务人员 这两个服务人员呢 就穿的是全套的这个防护服 然后他就说呢 穿的防护服的这两个呢 他就觉得全套的防护服啊 就是戴护目镜那种 就是想当初 一开始的 疫情最初的时候 武汉的那些医护人员 他们的那种打扮 就是你从这防护服呢 你就看着跟个外星人似的 都看不出来谁是谁 然后呢 这个路透社的这个记者呢 就指责说呢 说这个穿的好怪怪的 他觉得 很奇怪 他认为呢 这是反乌头帮的 然后就被网友留言 骂翻了这个记者 所以呢 他这个算不上是差评 因为他也并不是说 这个奥运村里面有什么问题 也指出来有什么问题 不是 只不过呢 他心理上 他觉得呢 这个很奇怪 有很多网友就说 这有什么奇怪的 你如果觉得奇怪的话 是你自己奇怪 你应该去看医生了 所以呢 我说 现在仍然是没有差评 就是有这么一个神经病 然后记起来了 很多人对他的围观和围攻 好 今天呢 关于冬奥会的话题呢 我就跟您聊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